尺度無極限的影牢暗影公主又來啦 繼上週跟大家介紹過新主角之後 今天又來跟大家詳細介紹 新公布的現景影片喔 這個風格果然很受到男性玩家們的歡迎喔 不囉嗦 趕快來看看詳細介紹吧 還記得上週為玩家們 揭開影牢暗影公主新女主角的情報嗎 在我們的報導中也有提到新陷阱的停速公開 現在官方也正式釋出了三段DEMO影片 讓我們電玩宅速配帶各位玩家 進入屈辱的陷阱世界吧 首先登場的是三角木馬 三角形形狀的馬鞍 能將敵人暈眩後丟出去 再來是拷問車輪 可以利用尖刺束縛敵人和滾動 把握時機提匪敵人 還能再將另外一名敵人困在圈圈內 最後是上次介紹過的免治馬桶啦 不用多說 就是利用洗屍體的衝勁 讓敵人瞬間被衝飛囉 本作將能使用170種以上的陷阱 還有超惡搞的冰塵木 山晴的拷問架等陷阱 後續更多情報 也別忘了繼續準備我們電玩宅速配囉